在屏東東港的鎮牛買頭 是經常有停車的困擾和危險的軟傷 最近就有駕駕駛車的手機 是放另外一台車 不要停在出入口 所以是步伐衝突 駕駛車的手機 又卻對公告到腳 對處 警方是公公的家庭處理 為貴的停車 UKU行李準備要去桌子 屏東東港的鎮牛買頭是UK跟機民 來用消流球的主要買頭 不分平衡或是家裡人總是很多 買頭頭前也因為這樣 常常有車黑白停走來交通 之前有客人車輸去停單 在輪度前頭前 另外一台白色的汽車要停我的平白 結果雙方發生衝突 汽車加速離開時 就告到客人車輸去的腳 康幸機能車司機與理性民眾 因碼頭前停車問題而發生口角 過程中康幸機能車司機 站於自小客車前方 自小客車起死後 前輪壓到康幸機能車司機的右腳 警方表示兩台車都會以為停開出發展 因為當樓梯買頭前 常常都有家庭車停的要載客 但路邊有的是禁止庭車 紅色還是紅色 他就告條例規定 紅色最多冷天三分鐘 看到車來沒有人 警方是非常只要開出外庭的發展 200年到就要到 到時來東港座 去修理過的UK一定很多 加上旁邊還有斤娘花糕市場 警方表示買頭到市場 周邊的維廷總控 會繼續派人家共 款度到處地 保佑民眾要嫁利用附近的停車中 不可能因為方便亂停車 他不用受罰 記者談判有扣政准兵党報到